Darking 哈囉大家好 我是秘密集店李蜜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要介紹的桌遊叫做花色物語 在花色物語中我們每個玩家都扮演一個很厲害的雄心勃勃的圓丁 我們想要把我們的花園就是這個 想要把它全部都種滿漂亮的花朵 或者是充滿漂亮的花盆 還有各種各樣可愛的貓咪 它裡面有很可愛的貓咪喔 所以我們當圓丁也是可以養貓的 這些貓不會破壞我們的花 並且會幫我們填滿我們的花圃喔 所以我們在遊戲中的目標就是 把我們的花圃全部都種滿美麗的花朵 這樣我們就會得到一些分數 因為分數的話要看我們有 總共有幾個盆栽或者是幾個那個盆兆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花圃變得最厲害 這樣才會得到最高的分數 成為最厲害的圓丁喔 好那我們來教你們怎麼種花之前呢 請大家務必先幫我們的頻道按訂閱 然後按讚跟按分享 這樣子才會有更多厲害的圓丁 跟你一起來種花唷 而且我們之後有任何的遊戲影片 你都可以馬上立刻可以看得到 這樣子還有更多的桌遊跟你一起玩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要如何種一首好花吧 好的那我們在起始設置的時候呢 請大家注意就是這個花圃中間的這個花圃 它會有一到三人的一面 跟另外一面是四人的 四人的話有什麼不一樣勒 就是它會多一個斜對角的格子 就是說這個圓丁 綠色的這個骰子呢它是圓丁 好大家不要以為它是一個骰game 對它其實只是記錄說你走到第幾圈了 一開始的時候呢點數會在1 就是表示說現在是第一圈 那我們如果走到第六圈的時候呢 遊戲就會是最後一輪 所以總共只會走六圈 好那經過每個起點的時候呢 就會要把這個骰子的點數加1 表示說我們經過了一圈這樣子 所以呢四個人的時候呢 它還有多一個斜角 就是有一個是對角線的格子 那一到三人呢就沒有對角線的這個格子 你就可以直接經過這個對角線 對所以四個人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停在這個斜角的地方 那是正常的 好那我們遊戲開始的時候呢 每個人都會拿到兩個花圃 然後一個深色一個淺色 然後呢總共會有三個橘色的計分 跟三個藍色的計分方塊 那這些方塊的時候呢 就是說當你完成一個花圃的時候 會進行計分 那如果你還沒有完成花圃的話呢 每次輪到你的時候 就是從你的骰子 就是圓釘這邊 它在哪一行 你就是拿那一行的那個四片選一片 那有時候可能會有空缺 例如說有時候可能只剩下兩片 兩片的話呢 你就是只能二選一囉 所以它有可能是四選一 三選一或是二選一 那記住就是只能從你那個橫的 或者是直的那一列來 來拿取方塊 就是你要種什麼顏色的花 對所以它如果現在是在這一排的話呢 你就是只能拿這一排的四個 那什麼時候會補充呢 補充的話就是說 當上面只剩下兩片可以選 或者是一片可以選的時候 呃 講錯了 對不起 重來 那什麼時候可以補充呢 就是到上面這一排呢 總共只有一片 或者是沒有東西可以選的時候 我們就會補充花朵上去 那我們會從這個推車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 非常精緻可愛的推車 我們會從那個推車的前面開始補充 那這個 呃 第一片就是補到最靠近圓釘的那個地方 第二片就補到第二個位置 第三片就補到第三個位置 然後推車就會往前進 好 那 之後呢 我們計分放完 呃 計分完的片片 它就會補在推車的最後面 所以推車呢 是一直會往前走的 然後後面會一直補上東西的 所以它永遠不會說 沒有花朵可以補上去 好 那補充完以後 我們又可以開始重新挑選我們的花朵 對 所以我們就會四片裡面 選一片你想要的把它給帶回家 那如果是斜角的話 就是這一整個斜牌 斜牌也是會有四個格子 那看也是四選一 三選一 或是二選一 那一樣就是如果只剩一片或是沒有的時候 就要補充喔 好 那我們放回家的時候呢 有一些規則就是說 你要這兩個花圃 你只能選一個放置 你不能這樣子橫跨兩個花圃 這樣是不行的 好 那選一個花圃放置的時候 它上面有格子 所以你就是只能放在格子 要完全對到它這朵 這個花的上面的線條的地方 就是它不能超過格子 或者是不足那個格子 就是一定要剛剛好填滿這些格子 才能夠放置 然後呢 上面你的花圃上面 會有一些原本就有的花盆跟那個盆罩 盆罩就是指這個白色有一點綠綠的 它長得像是玻璃罩的東西 然後花盆就是這個橘色的 橘色的也是花盆 對 所以這些花盆跟盆罩呢 它是可以被蓋住的 可是會盡量勸大家就是不要把它給蓋住 因為那個在計分的時候呢 都會是幫你加分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把它蓋住的話呢 也沒關係 就是分數稍微少一點點 可是你會比較好種花 那如果你不把它蓋住的話呢 就是分數會比較高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要怎麼選擇 那這個花朵的話呢 可能它兩面都可以使用 就是你覺得這一面你不太好放 你也可以把它翻一面過來 就是看你想要怎麼放置都可以喔 好 那當我們這個 如果是你把它放上去之後 你填滿了一個花圃 不用兩個都填滿喔 只要填滿一個 你就會開始進行你的計分階段 那怎麼樣算是填滿呢 就是你露出來的地方 上面除了就是盆栽跟盆罩 或是貓咪之外 然後就都是花 所以就是要完全填滿你的這些空格 空格的話可以是花 或者是貓咪 或者是盆栽 或者是盆栽 或是盆罩 對都可以 可是就是要把它完全給填滿 但是貓咪很好用 是因為說 一開始你會拿到兩隻貓咪 然後你隨時呢 都可以把貓咪拿去填在 你的任何一個空格上面 它就等於是 就是填滿你空格的一個小道具 這樣子 因為貓咪實在太可愛啦 所以你可以把它填上去 可是要記住說 你每個人呢 隨時手上最多只能養兩隻貓 對 因為我們的那個房東有限制 他就說你可以養貓 最多只能養兩隻 對 所以當你超過兩隻貓的時候 你就必須把它們丟掉 變成流浪貓 很可憐 對所以 請大家就是好好的使用貓咪 千萬不要超過兩隻喔 那如果你把它放上去花圃上面的話呢 它就不算是你養的貓咪了 因為你就把它養在花圃裡面 它就算是流浪貓 所以它就不算是你手上的貓咪 對 所以你手上就只能有兩隻 那 花圃上的都不算 好 那我們 填滿之後呢 假設我現在把它填滿好了 好 輪到你的時候呢 你除了拿場中間的花圃以外呢 你還有另外一個動作可以選擇 因為可能就是你 剛好圓釘在的位置不是很好啊 就是沒有你想要的花 那你可以選擇拿盆栽 就是說你可以把盆栽放在推車裡面 然後想拿的人就是在這個推車裡面拿 那拿這個盆栽的話呢 一次就是拿一個 一個可以幹嘛的 就是也是填補你的這個花圃裡面的空位 就是可能它比較好填 因為它只有一個洞嘛 所以說你要填在哪邊呢 都非常的好用 就是把它放到你的那個 花圃裡面的空格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說你可以有兩個動作做選擇 第一個就是拿那個圓釘所在的位置的那一排 裡面選一片花圃把它拿回家 第二個選擇就是說 你可以從那個推車裡面拿一個盆栽 盆栽的話就比較好用 而且它可以用來計分喔 這兩個動作 二選一 好那你選擇完以後呢 假設我剛剛好完成了我的花圃 好假設我這樣子好完成了 那我就會做這個花圃的計分 也有可能就是你一次同時完成兩個花圃 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可能會利用你的貓咪來做 額外的動作 它是不算是任何一個動作 所以把貓咪放上去的話呢 是你隨時都可以放的 而且你要放一隻或兩隻都可以 所以你有可能一次完成兩個花圃 好那花圃完成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來計算它上面的分數 像我完成的這個花圃的話呢 我就要算上面有幾個盆栽跟幾個盆栽 好因為呢盆栽是影響我們的橘色計分的這個cube 然後盆栽呢 是影響我們藍色的計分的cube 好那我現在數數看 有橘色的有 一二三四五 我總共有五個盆栽 所以我就可以把橘色方塊 只是要記住 我們總共有三個橘色方塊 跟三個藍色的方塊 那我們可以任選其中一個來做計分 可是你不可以就是分開來 就例如說我現在是五個盆栽嘛 那我就只能選一個橘色方塊 往前走五步 我不可以就是選一個走兩步 一個走三步之類的 不可以分開來走 好那我就橘色的往前走五步 它的格子呢 一二三四五 橘色跟藍色格子是不一樣大小的喔 所以藍色的這個方塊 它的分數會比較高 你看像橘色走了五步 只有五分 可是藍色呢 我現在有兩個盆栽 所以我就藍色可以往前走兩步 藍色往前走兩步就已經四分了 它三步就是六分 所以它其實兩排的計分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走那個藍色的盆栽 它的分數會比較多喔 可是相對的就是盆栽它數量比較少 所以你比較難以取得盆栽的分數 好 那我們走完以後呢 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超過這一條紅線 你的那個圖板上面計分軌 在六分跟七八分的中間呢 有一個紅色的線 那這條線呢 它上面有畫了一些老鼠 它就是一個老鼠常常出現的一條線 對 所以當你經過這條線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貓咪喔 非常棒吧 因為你經過這個老鼠的時候 貓咪就看到老鼠 它就跳出來了喵 然後你就可以把一隻貓咪帶回家 所以當一個方塊經過這條線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一隻貓咪 所以如果你剛好兩個方塊都經過 你就可以得到兩隻貓咪 可是記得手上不能超過兩隻貓咪喔 所以如果是多的 你就要把它給棄掉 你就不可以得到多於兩隻的貓咪 好 那我們這個是我們的計分 那請大家看一下 這計分軌它到最後面的時候呢 它15分會直接跳到20分 然後藍色的14分也會直接跳到20分 所以它最後一格的間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最理想的狀況呢 就是說想盡辦法讓你的計分方塊 全部都到20分的位置 這樣子的分會是最高的喔 好 那我們如果是到了20分這個地方呢 後面就沒有辦法計分了 所以當你到達20分以後呢 你就必須停在20分的這個位置 不過你還有其他的方塊可以走嘛 所以到20分以後你就必須要走其他的方塊 可是如果你是同一個方塊到了20分 你還有步數要走的話呢 那就很抱歉 你就只好放棄那些步數了 你看它可能從15分到20分只要花一步 可是如果你必須要走三步 那剩下的兩步你就不能再走囉 就浪費了 就不能再拿去走其他方塊 對可是到20分其實是比較划算的 所以後面就算浪費一些步數也沒有關係 因為到20分的話呢是最符合CP值的一個位置 所以是很OK的 好 那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方塊到20分的玩家呢 他會有獎勵喔 因為呢我們到20分的位置是一個很特殊的榮耀 就是你很厲害完成這個花谷到20分的成就 所以你會得到這個蜂窩 對第一個到20分的玩家呢 你會得到這個兩個蜂窩的這個獎勵片片 那他在遊戲結束的時候呢就是帶給你額外的兩分 好那第二個到20分的位置的玩家呢 就會得到這個一個蜂窩的片片 那遊戲結束的時候會幫你加一分喔 對這個蜂窩是一個成就啦 所以說雖然分數不高 可是他也是一個還不錯的就是獎勵 對所以當你到20分的時候 你檢查一下還有沒有蜂窩可以拿 如果還可以拿的話你就可以把它帶回家喔 也有可能是同一個人就是拿了三個蜂窩啦 如果他同時的兩個方塊都到20分的話 也是可以一個人拿兩片回家的 好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指示物呢 是這個羊傘 羊傘是做什麼用的呢 當然是拿來遮太陽的囉 對因為我們在遊戲過程中呢 我們常常會就是很想要看一下那朵花長什麼樣子 可是又看的不是很清楚 很想要把它帶回家就是比對一下 我們的花谷適不適合種那朵花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帶回家的時候 你把這個羊傘放回去 就是遮個太陽就是 表示說我剛剛拿的是那邊的花這樣子 很貼心的一個設計吧 因為他怕你就是比對完 然後要放回去的時候 糟糕我剛剛又是放從哪一個位置拿回來的 我忘記了 可是這時候有羊傘你就不會忘記了 就很明顯就是羊傘就是你剛剛拿那個花的位置 對所以你就可以很順利的把這種花給放回去 如果你還想要再看別片 那你就可以再跟他把羊傘交換 然後你就可以又比對一下 好我是不是要這一朵花呢 好不是那就把它放回去 再把羊傘拿回來 真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吧 因為他場上可能會有很多空洞 就是有人拿走的話他上面就會有空格嘛 所以就是怕你說常常找不到說 你要把花放回去拿一個空格 所以就給了你這個羊傘 真是一個非常非常體貼的一個設計 好的 那我們遊戲就介紹到這邊 好大家記得呢 我們的圓釘骰子到6號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開始最後一輪 好那到最後一輪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 就是呢 我們還沒有完成的花圃 如果是少於兩片花朵 或是剛好兩片花朵以下的呢 就必須要整片這樣氣掉啦 就表示說你的這個進度太慢 所以你最後一輪絕對完成不了 所以如果剩下兩片以下的話呢 你就必須整片這樣子丟掉 掰掰 我可愛的花朵再見了 對 那這個就會整個丟掉 好所以 有可能就是我兩片花朵全部都要氣掉 我就這一輪就沒事做了 可是你沒事做也不代表你會是輸家 因為沒事做可能表示說你的進度超前 所以你的花朵呢都非常的完美 都已經計完分了 所以有可能說你會是贏家 所以不用擔心 好 那其他還沒有完成花朵的玩家呢 也要經歷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 就是說每次輪到你的時候 你要先扣兩分 先扣兩分 可以說是兩分以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你的這個計分軌啊 剛好沒有兩分可以扣 你兩個都在二十分 或者說你所有的方塊都在二十分之類的 那你就只能從二十分扣一格 扣一格的話呢 就有可能是五分或是六分的差距 因為它這二十分到下一格的位置是差很多的 所以說有可能會扣到五分或是六分 那如果是正常就是中間的狀況呢 你就是看它的分數是多少 比如說你在第九格那你扣兩分 就是退到第七格 或者是如果你是藍色的 你在十分的位置 那你就是從十分退到八分的那一格 就是扣剛剛好兩分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你在零的話 就是也是不能扣 就是只能扣其他位置 好 主要就是你輪到你的時候 至少你要扣兩分 你才可以做你的動作 而且它是強制一定要執行 就是你如果完成了兩片或是兩片三片 三片啊 如果說你有三片 你就是強迫說你一定要完成這個花圃 可是所以每次輪到你就會強迫扣分 好那如果你完成了呢 你就可以不用做任何事情了 你就完成了 然後就把這個花圃給清掉 計分 然後就結束遊戲 所以當所有的人都完成花圃 或者是所有的人都過完第六圈之後呢 我們遊戲就會結束 然後數數看你的這個橘色跟藍色的方塊 加在一起的分數最高的人呢 你就成為最厲害的圓丁了 恭喜你 耶 好了那我自己呢 玩過這個遊戲還蠻多次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遊戲非常的有趣 因為個人呢還蠻喜歡拼步對決啊 還有烏美龜山的一些遊戲 所以我也還蠻喜歡這一款花色物語的 因為它的配件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因為它的每一片花朵喔 其實都是長的不一樣的喔 而且它顏色也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它的這個花朵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貓咪啊非常的可愛 所以它有好多種不同姿勢在睡覺的貓咪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個遊戲的 那要怎麼獲勝呢 好大家可以先聽我講一些小小的小提示 第一個小提示呢 就是你必須要好好的分配 你的那個花盆跟盆罩的位置 因為花盆跟盆罩是這個遊戲得分的關鍵嘛 所以說你要先觀察一下你的這個花圃裡面 就是花盆跟盆罩它的長相跟分布是在什麼位置 所以你在拿取拼圖的時候呢 你就要想盡辦法不要去遮到你的花盆或是盆罩 尤其是盆罩 因為盆罩它的數量很小非常的珍貴很稀有 所以說你盆罩是千萬不要把它給遮住的 那花盆的話呢就還好 所以說你花盆遮住一兩個的話呢沒什麼關係 可是盆罩就盡量不要把它給遮住 因為盆罩它的分數就是加得很快 它是藍色的方塊 它的那個得分就是可以讓你一次得很多分 所以盡量不要把它遮住喔 然後請盡量控制好 就是說你的方塊呢 在經過那個可以得到貓咪的老鼠線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讓手上的貓咪剛好 不要把多的貓咪給棄掉 例如說你手上如果有兩隻貓咪 可是眼看我就快要經過那個老鼠線了 那你就是要控制好你手上的貓咪 就先把它給使用掉 或者是說你先走其他的方塊 先不要經過老鼠線 這樣你就可以想辦法得到最多的貓咪 因為貓咪它實在太好用了 所以你把它棄掉的話會非常的浪費 而且經過老鼠線的那個機會呢 就只有那幾次而已 所以說千萬不要放棄就是經過老鼠線的位置的時候 你的手上要盡量控制好貓咪的數量 好那接下來第三個提示呢 就是說你到達20分的那個時機點 就是說你第一個方塊要到達20分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搶快 因為你想辦法要得到這些蜂窩 蜂窩會給你額外的加分嘛 對可是之後的時候呢 例如說遊戲最後一輪 最後一輪的時候呢 你就要控制好說你的花苦 必須要想辦法讓它超過三片 因為兩片以上你就要把它給棄掉嘛 這時候是很浪費的事情 等於你那兩片就是白白的浪費了 所以說你最好要控制好 就讓它在三片以上 或者是就是你乾脆完全不要放它 讓它直接被棄掉 所以說就是三片以上 你就努力的把它給完成 然後如果是兩片以下 你就上一輪或是上上輪的時候 你就想辦法不要再放那一片了 因為說你完成不到三片的話 就會被棄掉嘛 所以那你乾脆連一片都不要放 所以讓它直接被棄掉就好了 對不要貪心就是想說 我可以放到第三片 結果算錯了 就剛好放了兩片 然後就要被棄掉 這樣子超級浪費的 對所以最後一輪的時候 也是要很小心的關鍵喔 好那我分享一下我覺得 什麼遊戲比較像這個 花色物語 就是說如果你喜歡烏玫瑰山 它的系列作品的話 那你很推薦就是來玩玩看 花色物語喔 像是那個拼步對決 是一個它非常經典的代表作嘛 還有像它最近出的奧丁的聖夜 它也是就是跟拼圖有一點相關的遊戲 所以說如果你喜歡奧丁的聖夜啊 或者是拼步對決啊 或是像它其他的作品 農家樂啊 或者是港都情農啊之類的 你都可以玩玩看 就是花色物語 因為這個系列作呢 它據說會推出三部曲喔 所以說目前就是出了 花色物語之外呢 還有出Indian Summer 就是那個暖秋物語 那據說還會再出一款就是 相對應的系列作品 那這個作品呢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 因為它的畫風非常的精緻 然後玩起來呢 雖然是比較小品類型的遊戲 不像農家樂或是奧丁要玩那麼的久 可是呢它玩起來其實是蠻輕鬆愉快的 而且就是非常的心曠神怡啊 就是它的畫風非常的美麗 然後又很大自然的風格 所以說跟朋友啊 或者是跟小朋友 跟家人們一起玩都還蠻適合的喔 因為它整場遊戲玩下來呢 大概也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就是快的話可能半個小時就結束了 所以說還蠻適合就是跟一些 比較輕策略的朋友啊 不是那麼重度策略的玩家 一起同樂的 好所以很推薦這個花色物語給大家 好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花色物語 那請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個人首張創作寫真專輯 叫做純蜜喔 因為裡面呢不但是有十首歌曲 這邊有附一張CD 那裡面有五首歌曲是我自己的創作喔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我在專輯後面也有寫我自己的一些創作心得 還有我這十幾年在演藝圈的心路歷程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呢可以好好的欣賞一下 然後前面呢不但就是有我的音樂作品 還有一百六十頁的寫真喔 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它總共有二三十套的造型在裡面 就是非常的豐富 而且呢如果你到我的秘密基地桌遊專賣店來購買的話 還會送你一盒桌遊喔 叫做狼人真言 非常非常的划算 因為這張CD呢 這張專輯賣四百五 可是狼人真言的售價可是四百九喔 所以說你買到賺到絕對划算 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你上youtube的車搜尋李蜜 就是也可以看到我一些音樂作品的MV喔 我這張專輯總共有拍六首的MV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稍微欣賞一下 在你玩桌遊的時候呢 也可以聽一下我這個美妙的音樂 讓你玩桌遊的心情更加開朗 好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也請大家按我們的頻道訂閱 然後幫我們的影片按讚跟分享喔 謝謝大家 那我是秘密基的李蜜 希望大家有空的話呢 可以在我們影片下面留言 說你想要看什麼遊戲的介紹 或是說你想要來秘密基地跟我一起玩桌遊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我們看到的話呢會盡快回覆你的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掰掰 掰掰 再怎麼期待 都應該記住 永遠有新的意外 再過不期待 都明白 幸福不止一種姿態 心機關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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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為自己膜拜 我想說哦 哦 哦 身體軟喊在笑了才可自在 攬伴和表白 兩天先展開 兩天先展開 輕心的展開 輕心的展開 要呼吸感受 每應有存在 要膽管放開 往心的放開 要喊水痛快 插開 並把每個月拍來 不用給我愛來 只要給我搖擺 讓身體好好 被對帶來 請給我節拍來 不用給我脫胎 會感那麼快 誰要先進 一直感慨 要說 我呢 應該會很批胃 好嗎 你還會很批胃 我呢 我呢 我們 你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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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你不記得 你不記得